字幕提供 就是删除加封锁自己的前阵 这首歌呢其实是代诚化 花了两年的时间酝酿而成的 我们可以从最后那rap的那一段里面 听得出来他真的很痛 而且对我来说那一段是一个非常爆炸性的表达 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跟大家讲说 在现在我们这个生活的模式里面 能够完全杜绝跟拒绝前阵的所有动态消息 就是删除跟封锁他 好友啊或是社群软体上面的所有东西 基本上这个人就会从你的人生里面消失 那你要忘记他 或者是你要走出这一段感情 原则上就是只剩下时间可以来解决的了 那时间长了基本上你就可以 不需要再担心这里 但是这一段过程老实讲 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跟煎熬 但是呢今天 我今天不是要讲说分手过后的那个心路历程 因为我觉得分手的议题已经被讨论的太多太多了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分手过后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的理性可以稍微压过你的感性的话 一般人啊通常都可以慢慢的走出这个分手的伤痛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 你可能到现在偶尔还是会想起来 你做的这些事情或是这个故事 那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其实删除加封锁的对象 不是只有前任男女朋友而已 他很有可能是你曾经的朋友 曾经的挚友 或是闺蜜 或是任何一个人 曾经你身旁的人 都会是你删除加封锁的对象 我说可能啦 那我自己有一个故事就是我的大学同学 那其实当初那件事情呢 一开始受到伤害的是我 我觉得我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前提就是 我们是先被理亏的哪一个 跟先受到伤害的哪一个 所以我们才会用更激烈或是更可怕 我自己觉得很可怕 可怕的方法跟手段来反击这个人 让他知道你做错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是 把他对我做的事情放到网络上来让大家公审 所以 很可怕吧 我觉得很可恶啦 对现在我来说我觉得很可恶 但对当下那个我来说 我觉得我就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我让他对我的伤害告诉大家 可是 其实在当天我就已经后悔 基本上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在这几年过后 我一直觉得 我还是想要跟他说一声 对不起跟不好意思 因为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那是一个非常冲动 因为我那时候当下真的很气 所以任何在气头上所做出来的解决方法 百分之百 还绝对是不好的 他不会有任何的好结果 要嘛就是撤掉 要嘛就是绝交 那事实证明 我们到最后也不会是彼此的朋友了 那也删除彼此的好友 然后取消了彼此的追踪 所以这件事情的结果让我知道 虽然我一开始是被理亏的那一个 但是基本上我给他的伤害 老实说远比他给我的伤害 还要高出好几倍 是到现在我都觉得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绝对不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现在不知道他人生过得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有没有对他现在的人生造成实质上的影响 但我相信对他这个人一定有伤害 绝对是有伤害的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尤其是在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常常都会思考 或是来回想我以前做的事情 哪些是我觉得很棒的 哪些是我觉得很满意的 那哪些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来面对 因为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就算我今天做了这个影片 或者是今天我想要来跟这个人再说一声 对不起不好意思 大家都不要有一个想法是 期待得到他的原谅 或是期待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谅解 因为对我来说 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 我就是在反省我自己 我知道我自己在那个当下 我就是做了一件很白痴很幼稚的事情 那有很多事情是 我们过几年之后回想起来会觉得 啊白痴我们那时候就是很智障啊 就在那边乱骂对方 这些小事都是可以再往后来谈笑风声的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让我来谈笑风声的 就是我没有办法说好白痴哦 那时候就是爱在网路上给大家知道啊 什么爱公开啊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好好的 应该说没有办法以开玩笑的方式来跟我身旁的朋友说 因为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然后我认真觉得我就是做错了 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太不理性了 那我这边就是想要再跟这个人说声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这部影片 但我觉得这就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反省 然后我是认真觉得我做了一件很不对的事情 就算那时候大家可能都站在我这边 但对现在的我来说 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太太幼稚了 真的太幼稚了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了 那如果有的话 应该说如果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都对你 偶尔都会被你想起来 然后哪来刺激你 或是哪来戳你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 想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我刚好又听到这首歌 其实对这首歌 它歌词里面讲的 就完全就是我很爱我的前任 所以我没有办法走出来 我只好做这件事情 但是这五个字删除加封锁 在我看来就是有其他的状况 是可以用这五个字来表达跟形容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故事 那我现在有点在对自己以前的 做的一些种种 觉得很糟糕 那我希望这个人可以过得很好 现在他的生活 我真的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好 那他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所以我真的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对他造成影响 我真心的希望 我真心的希望 如果他可以忘记 或是他真的没有影响 那真的就最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也可以想一想要怎么样子去解决他 那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好听 虽然他有点离题了 但是我是觉得这首歌让我听完的心情 或是我得出来的想法 是让我想到了这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也可以给大家一个这样子不好的例子 让大家做一个警惕说 遇到任何的冲突 或是误会的时候 绝对不要在气候上来解决这件事情 一定要好好的消化了 然后好好的想过了 或者是你可以私底下来跟这一个人讲 你的想法 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会喜欢这首歌 来自牛手戴成花 在今年7月发行的全新单曲 删除加封锁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而且我觉得现在华语乐坛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风格曲风 那戴成花这首歌 大家也可以去听他以前跟其他人合作的单曲 我真的觉得现在华语乐坛的风气是非常棒的 因为更多多元的元素进来 然后让更多 我自己很喜欢听独立乐坛或是独立歌手的歌 那有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他们是非主流 是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或是被接受的比例没有主流歌曲这么样的高 但是越来越多人知道它 越来越多人喜欢这样子的歌曲的时候 非主流也可以成为主流音乐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我分享这首歌曲 然后也可以想一下我刚刚分享的故事 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跟得到一些想法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啦 See you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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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